大家晚安 今天各地的降雨都有趨緩 但是大家不要高興的太早 因為這只是短暫的空檔 預估在幾個小時後 南台灣可能就要有暴雨出現了 其實目前整道封面 還是壓在台灣的南部地區 所以全台各地都還是不穩定 藍藍的一片 表示全部都有下雨 只是雨是比較多的 我們來看就是綠色的部分了 包括了台南還有高雄地區 但這個降雨也沒有太多 也不到50毫米 只是現在已經有一些強對流 逐漸要靠近我們了 雷達回波圖就要帶各位來看一下 像是這些比較鮮豔的 紅色色塊 橘色色塊 就是所謂的強對流 這些對流包 目前已經是漂到台灣的外海附近了 預估在幾個小時後 也會逐漸的移入南台灣地區 而且還有這所謂的中尺度對流系統 也從華南一帶逐漸的要來移入 預估就在今天深夜之後 開始影響南部地區 所以氣象局特別發布的豪雨特報 就是提醒南部地區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 都有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 而其他地區呢 明天天氣也不太穩定 局部性的大雨也有可能會出現喔 而其實整道封面呢 其實就卡在台灣的上空 預估呢要到禮拜天 都是在台灣上上下下來做移動 尤其明天來講整個大環境場的西南風又更強 所以明天來講各地的降雨呢都會比今天來的還要多 而大家也在問啦到底這個封面影響要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來看未來一周的地面天氣圖喔 目前來講呢預估到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這個封面逐漸到巴士海峽 但是呢預估到了禮拜四 它還是在巴士海峽上上下下移動 而且目前看來還有一點點北台的趨勢 會不會再來一個回馬槍影響到台灣 我們後續就要再做觀察了 繼續帶各位來關心明天各地的天氣預測 而明天北部地區呢 會比今天稍微偏熱一點點 高溫來到26度 中部地區明天可能也有局部性大雨出現的機會喔 而南部地區就要特別留意了 在深夜過後所謂的中尺度對流系統 可能就要影響南台灣 而東半部雖然是被封面的關係 但是天氣還是不太穩定 外島地區我們特別提醒澎湖 也是在這一波的豪雨特暴範圍之內 好今天短暫休息片刻之後啊 明天又有一波大雨要正式報到了 提醒南台灣特別小心